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相关的概念股其实也是可以留意到的一个方向 再来是红积 红积在本业意外的是转为亏损 所以经红积的股价出现弱势的发展 尾盘的跌幅逼近四个百分点 好 怎么看大盘呢 因为今天的一个反弹 但是成交量并没有做明显的放大 是不是代表没有人在这个地方做成绩哦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分析师陈宇龙认为 无料难涨一难跌会呈现区间的一个震荡 分析师陈宇龙则是认为说 现在指数重回在6月28号 一根长红棒的一个支撑位置哦 那日KD是有机会落地 呈现一个交叉向上的一个期待 好 电子股的部分 何金城副总特别提到了 光通讯的相关指标 点名的是柯纳还有波罗威 那今天的波罗威表现不错 尾盘是一度攻上涨停板的 那分析师林永年认为 第三方支付的指标 在拍板定案之后 还是可以观察后续的一个力道 看一下包括了 OMG跟网加的部分 这是他认为可以关注的一个指标个股 汽车电子股 因为美国的Tesla 他的财报非常亮丽 盘后是出现了大涨的一个态势 所以今天的Tesla概念股 还有电动车相关指标 继续的是非常亮丽的表现 茂连 河大跟湖连的部分 今天都是纷纷出现了涨停 或是大涨的态势 升级股部分 今天有好消息的是在1789的神龙 那升级股的相关指标 王龙旭分析师特别提到了 相关的保健品 可以看的是葡萄王 有华 信辉跟剑桥的部分 今天尾盘的表现都算不错 有出量再做拉抬 以上节目重点来提供给您 就像我闹那一样了 再次互相关指标 完成噪